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颜品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苏琴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徐薇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了解一下这对嘉宾朋友 面临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各位请看 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我们也没有领结婚证 在结婚这个问题呢 也有很大的矛盾 生活当中呢 他对我不关心 也存在欺骗的行为 机会呢 也给过他很多次 他们家人呢 也从来没把我当一家人 就种种的矛盾啊 就让我挺寒心的 今天呢 来到咱们节目组呢 就希望能够听听 各位导师的意见 让我知道以后的路 怎么能够走下去 才是最好的 有请这对嘉宾 多请 周先生 31岁 来自江西服装管理 有请 王女士 27岁 来自贵州服装设计 有请 主持人好 各位导师好 欢迎老妹 是为领证这个事来的是吗 哪些因素阻碍了你去领结婚证呢 他的父母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就是我们的感情 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危机 好嘛 就是我们也是农村的嘛 就是酒席就是习俗啊 亲戚方面吃吃饭啊 就这样走个醒室 让大家都认识了这样的 他父母态度就没提过 你未婚妻说我想办酒席 你同不同意吗 我同意 办不办吗 我坚决办的 我父母嘛 他们年纪大了嘛 钱嘛 就是说是我们自己 不不不 主持人不是钱的事 怎么说呢 就是他父母的一个态度问题 就他父母从来没有提过 哪怕就是年纪大 或者说积蓄没有太多 也可以理解啊 但是他父母从来没提过 以至于过年 我们回去的时候 隔壁邻居他就说 这么多年了 半个酒席 让我们喝个喜酒 热闹一下 他妈妈当时扭头就走了 就觉得没被尊重 对吧 对对 你至少得宣誓一下 是不是 说你们家要娶媳妇了 对吧 这事你跟你父母说一下 不就得了吗 为啥不说 说过来 你父母什么意思啊 我父母的意思 就是能帮我们一点 我纠结的是他没有提过 我心里是认为 就没把我当一家人 这样去揭露去揭露 理解了 理解了 还有啥问题 这两三年确实挺严重的 他从细节上也好 大事小事的话 就没怎么在乎关心过 从在一起 就追我一年多 就给我买过一束花 后面就从来没有 买过任何礼物 然后这么多年 他的从头到脚啊什么的 穿的用的 都是我给他买的 八年了就什么戒指啊 项链 象征性的一些礼物 都没有挺让人难过的 这两三年还经常会有 喝酒喝到三四点回来 夜不归宿也有 怎么回事啊 给他买买过东西我承认 但是我每个月的工资发了 我都交到他手里 我的意思就是陪你自己买 就是钱都交给你了 我哪还有钱给你买礼物 你没点私房间 私房间是有的 没有 就是没他说的那么夸张 他身上以前有几千块钱 也有 这几年 我们就经济稍微好一点了 就是他身上几万块钱 都是有的 就我说的意思是 礼物就是说过节 就意识一下 浪漫一下 或者是怎样的代表性一下 就没有的 你觉得他在生活当中的这种 所谓生活之后的仪式感欠缺 心一把都没有过 哪怕你壮壮的 是吧 这是为啥 第一 我给他买的花 买过来他也要说 你买过吗 18年买过一次 买过一次 两年前 两年前还好吧 我是这样的 是买之前两三天是吵架的 吵架我就抱怨他 不给我准备礼物什么的 后面他就买了 就买了那么一次 不是还是买了吗 你得激励他呀 买的啥还记得吗 巧克力加口红那种 就是一个礼盒吧 说到这个礼物 我就想到一件事 特别印象深刻 我送给他的衣服 他也很喜欢 买的就穿的就走的 就不舍不得脱下来的 完了几天以后 我出去外出了 出了回来以后 我就看到他衣服就不见了 就问他 他就说那衣服 就跟他亲哥哥就换了 气氛的点就是在 我送给你的 你也喜欢的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东西 他就没有跟我说 或者说怎样的 任何都没有就换了 我就觉得我送给你的心 你就这么轻易的 就不放在心上 对 怎么把我的一片心 送给了别人 然后因为这件事的话 一直蒸了 有走了个两三百米 一直蒸在广场上 蒸着蒸着 可能言语有点激烈的 他要推上我 就把我给推倒了都 现在演变成 喝酒喝到半夜才回来 从什么时候开始 18年以后开始 就那个时候吵得比较厉害 然后就我抱怨得比较严重 他才回 就18年买了那一次 巧克力跟那个口红 然后从18年开始 愿意在外面跟人喝酒了 是吧 就慢慢就多了 吃素就多了 一直到今年 就是不太愿意回来了 双方家人的关系怎么样 我家人对他是很好的 当亲儿子一样的 至于他家人对我 要么让他自己说 要么我自己说也可以 要不然你说吧 他爸有肺结核 传染性的嘛 就是医生嘱咐 家里面卫生要搞好 他爸爸就家里面吐那个痰 克制不了 还是故意的 我也不太懂 就家人一直反复在说 他妈妈也在说 我从来没说过 虽然我心里一直忍着 我看到我就去收拾 有一天就比较恶劣的 我就提了一下 他爸爸就凶我了 就跟我争吵起来了 争吵的有几分钟 然后他在那儿 也没为他爸说话 也没为我 就说不要再说了 我两个人都说 我都不要说了 他爸爸就说了 我们家你爱来就来啊 你要不想来 你要现在走 也没人拉着你 就这样说 我一下子就崩溃了 跟未来的公共 是有冲突的 是吧 就是很多人都说 还有他嫂子也说什么的 他就没怎么吵 就我说了一句 我知道心里也忍了好久 我就说了一句 提了一下 他就跟我吵了 还有别的吗 反正大大小小的 是他对我都挺不上心的 那你们现在 有自己的房子了吗 现在暂时还没有 在哪儿生活呢 在这家 你是不是觉得 他反正都这样了 他也跑不了啊 对对对 他就是有这种心理 因为吵过 我之前也说过 但是我心里 也是一直以来都是他 你们家人 是不是会觉得说 反正都这样了 你也跑不了啊 没有 那为什么没有行动呢 大概女生最委屈的 就在于没有行动嘛 一等等了这么多年了 就为什么不行动呢 就是我父母嘛 不是你不要老推给你父母嘛 就是你自己的态度是什么 我自己的态度 他我想我是想娶她的 行那我问你 你觉得你女朋友想要的是什么 就她内心想要的是什么 她想要一个家 完整的家 现在就是由于我的原因嘛 你啥原因嘛 就是有时候工作压力大了 我那个朋友那些酒局 然后最近几年吧 就是去的比较多 次数比较多一点 也就是说你这两年 应酬多了 对她的关心少了 是这意思吗 她还要什么呢 她还要给她买礼物这些 但是我没有时间 我不是说要你经常性的买 不是说生日啊 或者说代表性的 一年有个一两个 我就满足了 因为生日她过节 这些我都给她发红包 你不怕她跑了吗 怕 没觉得你怕呀 可能我这个人不太爱说话嘛 不是 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 没感觉你害怕呀 如果你真害怕这个人跑了 他说你别去喝酒了啊 你会减少应酬 对不对 如果你真害怕的话 常理来想的话 我需要礼物 你好歹会 哪怕是应付你也会买呀 你真害怕一个人跑 她提出的一些要求 你至少是要急于满足的 但是没有感觉到 你再满足她的要求啊 没有 我从 十月份我跟她保证过以后不去 我从十月份以后再也没去过 是指2020年的十月 是吗 这也没几个月啊 这不叫改呀 那以后我对着自己说 我说以后酒局方面的话 我觉得朋友那些酒局 我就不会去 坚决不会去 你信吗 所以你能明确地说出来 你要什么吗 她多一点关心 多一点在乎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词 叫关心 对吧 感受不到了 对吗 你看女生要的其实并不多 女生要的是 你的关心给的不够 第二个我觉得也是 女生心里面一个重大的一个结 就是我们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我没有受到来自于你家人的尊重 而这个不尊重的背后有很多 比如说我没有婚姻的关系 而没有婚姻的关系是 我不愿意被你裹挟着 我是希望这个感情到了才结婚 如果感情没有到 我跟你结婚 我还不要这个婚姻 是吧 所以她的矛盾心理恰恰在这个地方 一方面又希望有一个名分 同时经过了八年的这种接触 经历那么多事 她又感觉到 好像这个男人 真的我跟他走进婚姻 还有点靠不住 所以这个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全场我都感觉到 男生特别地冷漠 你所做的一桩桩一件件 让我感觉这个家 一点都感受不到你的温暖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 相处时间太久了 你已经觉得这份情感 似乎没了味道 所以开始打牌啊 不回家啊 礼物也不送啊 你知道为什么你家人 不尊重你的女朋友吗 你知道为什么你母亲听到说 邻居说你们摆个婚宴吧 她转头就走了 是因为你不尊重这个女生 在你心里这个女生的分量 没有那么重 所以你的家人更不看重了 感情不是拿来让我们 这样放在那儿就会日久生情 永远不会褪色的 是一定要努力的 是要经营的 是要付出的 所以我觉得男生一点都不上进 一点都没有心 无心的生活 无心的情感 怎么继续呢 我觉得也就是她啊 还挺看重你的啊 还在那儿哭哭啼啼地说 希望你能改变 可能换成别的女孩 八年的青春啊 早走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找不回自己这颗 想要给这个家 这个女生温暖的那种感受 那我拜托你自己走吧 女生我其实也不知道 你在留恋她什么 你从上场就忍不住在哭 但当你后来一直 哭得泣不成声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女生挺难的 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你越来越难割舍 那毕竟是八年的青春 但是你想想身边这个男人 能给你带来什么 从你的所有的话当中 我听不到你对她的信任和依赖了 我不知道你最后 心里是怎么做决定啊 似乎你哭成这样 也并不愿意离开她 但如果真的做了决定 我不离开她 那你自己要挑着 不能因为她的心冷了 你也冷下去 那你俩就彻底冷到冰窟窿里了 俩人都冻死了 你先暖起来 你去试着温暖她那颗心 试着发挥你自己的光和热 如果你说对不起 我很累了 八年了 我真的没劲了 那你可以走 一切都在你的心 在你的选择 你只要选择了生活的方向 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吗 冷静下来吧 谢谢 谢谢严老师 谢谢老师 苏老师 其实我刚才在两个人上台的时候 我光看外形 看气质 看表达 我会觉得这个女孩子 非常非常地优秀 比这个男生要优秀多了 觉得你很漂亮 外形很出众 而且我注意到 你的学历也比她更高 所以这个女孩 其实现在所有的怨气 透露出一种浓浓的不甘心 我当时那么优秀 那么漂亮 我跟了你 可是八年下来 你对我忽略 然后对我不闻不问 甚至连你们的家人 也对我开始越来越不尊重 这个女孩子 她所有的怨气 就在于这三个字 就是不甘心 但是我不认为 这个男生他不爱你啊 也不是说 他内心对你有多么地冷漠啊 我说这个 觉得这个男生 他特别代表 我们现在时下 很普遍的一种男人的现象 就是他只要跟一个女人 进入了这种 长时间的情感关系之后啊 他就特别把这个女人当家人 这个男人会觉得说 你看我把我所有的工资都给你 你还要什么礼物啊 我不需要给你 那么多花哨的仪式感 你只要跟我踏踏实实地 像个老婆一样地过就可以了 这就是时间长了之后 他把你当亲人了 但是我特别反对啊 就是进入了稳定关系之后 就把对方当亲人 你把对方当亲人 就意味着 你不再为这段感情所努力了 因为你会意识到说 亲人他永远不会离开我的 我妈会离开我吗 只要是亲人就不会离开我 我不需要付出那么多努力 他们也会在我的身边 只要你把对方当女朋友 当成爱人 你就愿意为他努力 愿意为他付出 但是作为亲人 我们就会泛滥 就算日后他成为了你的老婆 我们也要永远把他当成 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给他一些惊喜 和需要给他一些仪式感的 这样的一个女人 他需要这些 所以在感情当中 我觉得大家就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是好事 永远把对方当成是自己生命当中 永远不会离开的一个人 你就不会再努力了 所以我建议这个男生 先别把他当老婆 先当成女朋友 你们俩先用这种 真正情侣的这个关系 重新开始 实在他要是还是做不到 你该离开就离开 谢谢苏老师 来 苏老师 这个婚现在是断然不能结 不是因为房子 也不是因为酒席 更不是因为礼物 是因为两个字 态度 男生 你想跟他领证吗 是 一点也不行 你的感觉就像是一种施舍 你跟了我七年 我应该给你一张纸了 这是我赐给你的 你打牌 喝酒 不关心他 你在忙什么 心里都在忙什么 心里都在有什么 有他多大点的地方啊 以你这种态度 你和他结婚 能给他幸福吗 女生啊 你一直在哭 女人的眼泪 应该哭给谁去看 哭给那个心疼你的人 我们几个坐在这里 都觉得你哭得很让我心酸 他呢 熟视无睹 当你的眼泪撒香 那根本不在乎 你不懂得爱你的人 只会让他觉得你没有用 你软弱 这就是你在他们那个家庭里的位置 为什么说到半酒席 他的母亲转身而去啊 因为你不配啊 为什么他不给你礼物啊 两年只有一个 还是不情不怨的 那是因为你们吵架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呀 没这个心呢 你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你会有幸福吗 我希望你是独立 而这个独立 不仅仅是经济独立 不仅仅是你们自己住 而是你的意识要独立 你让他看看 你到底能不能离开他 没有他你到底能不能活 而且能活得更好 只有你做出这样的表现之后 他才会怕 他才会担心你 他才会在乎你 好不好 这要该怎么做了吗 为什么我们都会 有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 因为人和人之间关系里面的 叫做付出的东西 是很轻而易举可以被反悔的 所以 那么多年来 我们人类的智慧决定 我们要把它契约化 或者我们要把它固定下来 这叫保障 婚姻 他最后中保障的是这个 就是一个人曾经的付出 所以我们垫高他的 你反悔的一个成本 所以我要跟你说一句话 就是 不能把别人的不防备 当作自己的理所当然 你们现在的状态 在很多人那边都有 就是 你们两个人的人 已经进入了老夫老妻的心理状态 但是关系没有进入 老夫老妻的关系 这是什么呢 我把它叫做结简化 就结了一个简 就你们这个关系 本来要应该 可以进入到下一个关系的 但在这个关系里面 你们已经熟成那样了 已经 这个关系太长太长时间了 变成了一个简 残啊 到一定程度就会结简 结了简之后 再要推动到下一个关系 就非常难 为什么 你要破简 你要撕破它 你才能够飞出来 才能够变化 而这个变化 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一个驱动力 你们两个人 恰恰是少了这个内驱力 通过这个内驱力 把这段关系往前驱动 所以你们两个 现在所处的状态 都是一个原生的 你是一个 包括你对他好 也是个原生的对他好 可能你记得他喜欢吃什么 记得他喜欢什么颜色 生活里面细节 能记得 但你就不知道 要给人浪漫 他原生的 他没有学过 你也是 你知道我要推进这段关系 但你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你上这个节目 但现在你们要学习 怎么破解 任何人 从相识到相爱 从相爱到结婚 从结婚到离婚 他里面都需要有一个 很强的力量 往前进行推动 他要的是这个 就是他没有看到 你和你的家人 在施展这个力量 你没有去推动破解 今天走到这个舞台上 并没有任何人质疑 你们两个人 内心有什么样的 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用自己内心的善良 来看一看对方 他曾经为我付出了多少 那么现在需不需要 由我来进行一个巨大的力量 让我们这段关系 破茧而出 变成一只蝴蝶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他要的名分 不就是个保障吗 名分是什么保障 既是相礼相亲的一个名义上的保障 同时也是法律对待 情感当中两个人一种保障 他一个保障都没有 他当然恐惧了 所以你在做的所有事情 在他眼里全变了 所以先把结婚证领 先不赌气 其实他要的真的不多 好好琢磨琢磨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放入真情6秒 放入真情6秒 材料 放入真情10秒 把货帮来 祝量 那些很短的 奖则 放入真情 封锁 放入真情 化 放入真情 造一 合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情侣 自己是怎么考虑的 请开门 我瞒着家里和他领了证 领证之后在生活中总会出现矛盾 他太自我 好像什么就束缚不了他 可是以前觉得我们两个挺般配的 但现在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对他越来越失望 我可以什么事情都听他的 但是每次矛盾都是他调起来的 我这人没有什么性格 他做的一些事情 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过我的感受 为什么他不能理解我的压力 和我的苦楚呢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陈彦生36岁来自河北植园 李女士33岁来自河北植园 有请两位 有请 准轩 好 欢迎两位 再婚 对吧 对 再婚 您的儿子现在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是的 你那一段婚姻当中的孩子呢 有吗 我那一段婚姻的孩子跟他妈妈了 说说吧 怎么了 我们两个是在2019年5月份认识的 他第一眼就看到我漂亮 就开始追我 我当时对待他是没有感觉的 因为我并不想谈 因为我第一次婚姻的那种伤害 还没有走出来 是我相处了一个多月以后 紧接着就是孩子生病了 发高烧 高烧不退 在医院 住院的情况下 他当时的电话打得特别及时 他就问我 你在干什么呢 我说我在医院呢 他说怎么了 你怎么跑医院去了 我说孩子在医院住院呢 放下电话他第一时间就赶到医院现场 他就替我忙前忙后 楼上楼下那么跑 然后我就在想 这样的一个男生 他感动了我 从哪里能够找到呢 还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这样做 危难之时显身手 这个我问一句啊 没给孩子他爹打个电话吗 孩子病了 打了 不来 所以看两相对比 亲爹是冷漠 一个正在追我的一个男人 反而在这个时候帮了我 当然芳心一下就被捕获了 这个理解 理解 后来呢 后来我就感觉这样的男生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帮我 我就感觉这一生当中 我就认定他了 我就想托付给他 我觉得我值得的 草率了 草率了 对 然后我就决定和他相处了 然后看他对孩子什么样吧 然后在这相处期间 确实是不错 给孩子换衣服 洗衣服 当时孩子还小嘛 还不太会说话呢 多大啊 那时候我俩认识是孩子不到三周 就挺好的呗 就是 对 然后从那以后挺好 他就跟我说咋俩结婚吧 我说这种情况下 我说我结不了婚 因为父母不同意 为啥 他的言行举止 是我父母看不上的 一个在你心目当中的英雄 怎么在父母那儿 就不成样了呢 我父母对他是哪种啊 就认为着他好像 要学历没学历 要家境没家境 要工作没工作 就是什么都没有 在我父母眼里 就是一个丧无人员 我是没工作 我是工作不是他们太好的 一个工作 不是职员嘛 那您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 他 他我们认识的时候 他当时 我认识他妈就是嫌疑我这工作 挣钱少 不是 您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职员 啥的职员 您这太笼统了 卖车的 您直接说我去 汽车销售不就得了吗 绕来绕去的 一手车 二手车呀 4S店的还是二手车的 4S店的 那不就没什么嘛 这不丢人哪 挺好的呀 但是他妈不这样是不是 我妈就说他条件也不好 你除了他什么呀 就因为他帮了你一下 不用重复 咱别再重复这话 多伤人哪 就总而言之 你妈妈没有看着他们条件 那你们俩怎么领的证 怎么结的婚呢 当时是因为 我妈妈给我介绍了 另外一个 比他条件好的一个男生 我妈妈让我去见那个男生 我不见 我妈妈就从白天 除了到晚上 当时我跟她说 你妈既然不同意我们俩 咱们俩这样得拖多长时间 要不咱们俩 暂时把这个结婚证先领了 等到时候你妈知道 反正结婚证也领了 太坏了啊 还有暂时令呢 就偷偷领证是吧 对 隐瞒着父母 所以我感觉 我也特别不孝顺内容 现在婚人 不至于不至于 应该把权力交给你 三十多岁的人了 后来呢 后来 他就隐瞒着我 他就把工作有词了 我没有隐瞒他 当时我跟他商量过 那我是不同意的情况下 我怎么跟你说的 我哭泼泼泼泼 先跟你说了多长时间 你知道吗 那我不是跟你商量过吗 是你死活不同意吗 你死活不同意 我感觉这两个人 既然把这结婚证 已经领了 那你这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啊 那你说结婚证领完之后 咱们俩还没在一起 还两地分居的 两地分居有问题吗 两地分居都多了 就你两地分居就行吗 对对对 我都问清楚啊 辞职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我都感觉 这个两地分居不是个事 我们是汤山人 他在汤山 我是在北京 所以您把北京的工作辞了 对对对 回唐山 对对对 这好事啊 但是我不同意 因为唐山的工资 没有北京的工资高 然后我在想 为什么年轻人不在外边打拼 为什么要骗得回家呀 因为你在呀 我就在想 这样的男生没有上进心 就因为辞了职 要结束异地 回到唐山之后 开始起冲突和矛盾了 是吗 那时候矛盾很小 后来我就说我在咱们家这边 也可以找一个很适合我的工作 但是我就心里想得挺好 一直没找到 没找到后来和朋友 就一起投资做了点买卖 这是我瞒着她的 她不知道 这不应该 她不知道我投资做这个买卖 她什么事情都瞒着我 她什么事情都欺瞒着我感觉 投资做买卖的时候 因为钱不够 我和亲戚朋友借了点钱 刚开始也是挣钱了 后来交易不是挺好 就一直赔一直赔一直赔 赔了挺长时间 钱也赔的差不多 然后欠亲戚朋友也挺长时间 然后亲戚朋友跟我张嘴 说看看方便 能不能给点 后来我真是钱不够 我就跟她说 我这媳妇 对了 你有问题就想到我了 她说她那儿也没有多少钱 我们俩吵了一架 后来吵了吵了 我说不管怎么着 这个事咱们俩是两口子 得一起去解决呀 既然夫妻两口子 有事要解决 为什么做买卖的时候 不跟妻子商量 对 待会你有困难 她来找我来了 我当时怎么想的 当时我想跟她商量吧 她肯定不同意 不同意就不做呀 但是我还挺想去做这个事 她就一直喜欢 就是想让我 她的事是上个班 但是我 因为她的生活 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她的事是上班 有什么毛病呢 她的事是上班 挣这个死工资 我嫌这个死工资 挣得太少 我想自己去闯一闯 挣点没数的钱 就这意思 赔了 对 现在欠多少钱 十几万个钱嘛 她的事是面对生活 行吗 挣没数的钱 然后这个还不说 还有就是你瞒着我了 你做了 你赔钱了 你也不跟我说 最后了 你用急了 你找我来了 然后你想想 我带着孩子呢 你知道吗 有你这样对我的吗 好好好 这个等于说 在婚后出现的问题 是吧 对 那我再先问一句 就是还对孩子那么好吗 她现在对孩子 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也别了 她现在因为这个外战 然后现在也是没有钱还嘛 对孩子这一块 她经济案里的第一件事 就是不理孩子 也不管孩子 也不弄孩子 家务也不做 任何事情都不帮我做 那现在买卖倒了 做什么呢 现在我听她的 找了一个稳定的工作 有工作了 对 现在我俩的工资加起来 都不够还这个外债呢 我俩就是留下一小小的部分 生活费用 其他都还账了 说外在在手上 连一点自己的零花钱 都没有了 那你出去兼职啊 兄弟 我一直在去找兼职 还用找吗 网约车 快递小哥 这都可以啊 然后到家 她什么都不做 我说你上一天班 你累 我也上了一天班 我比你还累呢 我还得照顾孩子 我还得收拾家务 我还得洗衣服 就不分担家务 是吧 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让她照看孩子的情况下吧 人家是怎么着 把手机给孩子看 我说那东西 对孩子多刺眼睛啊 我说你带她玩玩不行吗 她说我没心情 我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我说这孩子 就不是你轻生的是吗 这孩子本来她已经 她都是爱看手机 爱看动画片 你给她看一会儿咋了 那不是一时半会儿好吗 你一看就是一个小小时 那我感觉这孩子四五岁了 看个把钟头的动画片 她能咋了 她不是那个问题 然后现在她是玩的时候 你多陪她玩点 有智商的东西好吗 那我陪她玩 她不不好玩吗 闹她吗 你就嫌她闹她 那就不是你轻生的是吗 你看一拉 她都是轻生不轻生 这一套总跟我挂嘴边 我猜啊 你儿子应该特别黏你吧 是这样 天天挂着吧 不会 反正就是说 我在旁边干活 她会自己去玩 玩寂寞 玩自己的那些小玩具 那你有没有观察过 如果她要跟你儿子 一起玩寂寞的时候 你儿子是一个什么态度 他没玩过呀 前提示 是你没看到 还是他没玩过 他没玩过 玩过 我相信是玩过的 一定是被拒了 你别老拿那话说 说得特伤人 我们家儿子 我陪他玩这个就不行 走开 我说去哪儿啊 旁边看着 旁边看着呗 怎么办呀 很伤心哪 你要这么说 我也怀疑那是不是亲生的了 他多伤人哪 就是说你觉得他带儿子不上心 对吧 对 家务不做 对 还有别的吗 还有 我在这儿烧着饭呢 我说你去帮忙 把孩子的衣服洗一下 我说我现在来不及了 等着去上班 晚上回家我晒 晚上我下了班以后 男嘉老先生说啥呀 说你晚上下班你再洗吧 什么事情都往后拖 好像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我没有说晚上上班 说让你去洗 我说我晚点洗 晚一点洗他也没事吧 对不是等着穿呢 他说让我洗衣裳 我都必须立马跟试 我马上去 我说我晚点洗衣裳 对呀 你知道时间有多紧吗 天天你知道注意时间吗 行 这是生活琐事 让你觉得爱情不在了呗 对 来 我问问男生啊 我觉得在你心里应该觉得 他们家人不太看得上你 现在可能他也不太看上你了吧 他们家不是不太看上我 是他也看不上我 这个我想委婉一点 您要自己这么犀利 那我就就着您话来了 压根人家就没看上你 对对 对吧 只是因为你的爱人 当时因为爱情 一心一意就嫁给了你 对吧 只是当初我们消枉的时候 相处得挺好 脾气 挺对脾气 然后两个人也 现在你觉得他能看得上你吗 现在我感觉他很矛盾 一方面感觉想跟我在一起 然后现在外债特别多 感觉自己挺有压力 然后他父母压根看不上我 那是压力更大 确实我也承认 我对孩子跟做家务这一块 确实是不如以前 应该占多一半不想跟我在一起 你现在看他做什么事都不顺眼 还是说其实也有顺眼的事 他有顺眼的事就是在我看我特别发愁的时候 看我特别为钱着急的时候 他就多少会安慰一句说 没关系咱俩一起去承担 然后按理来说 应该跟他一起去承担这一部分 可是我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他现在的工作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我俩加起来吧 一千 你多少 我两千 他四千多点 两个人确实还是有点紧了 再紧这个日子他别得过吗 咱们俩工作加一块七千块钱 咱们一家子的挑费 出去一半 剩下一半换账 这一年换三万多 你觉得够吗 你觉得很够吗 你知道我多心急吗 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能理解你 你们有房子吗 没有房子 现在我们在我们单位附近租了一套房 因为我妈妈一直成天骂我 把我骂出来了 我在家里边 我也是感觉特别难受 我不想再让家里添任何负担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我就 你家几个孩子呀 我家两个 我还有个弟弟 杨姐也帮不是太上忙 即使帮上了可能也不愿意帮 那就只能您辛苦了 再干一份工呗 我也一直在努力去找 像代价这种工作 我已经是报名的 然后你还抽烟喝酒 是因为这个做买卖赔了不少钱 喝酒是有点心 你心烦谁不心烦的 你心情不好 谁心情好 你告诉我 但是我也跟你承认了 我说了 我说既然你不想让我抽烟 不想让我喝酒是吧 就是你心烦是吗 那就是你一个人做的 你应该一个人去承担 你知道吗 您别一口一个都是他 他有他的问题 但是你们俩现在不是夫妻吗 你还想过吗 我想 我特别想 想好好过吗 想好好过吗 想 好好 还喜欢他吗 我希望他把身上的坏毛病 改一改吧 他有些什么坏毛病呢 我都是这样说吧 我说一你不能说二 我说东你不能说西 你一切都听我的 明白了 你不能再隐瞒我 再欺骗我 欺骗我一会儿 你还不过瘾是吗 理解了 理解了 还想再来第二次是吗 接下来让老师们 帮这对夫妻看一看 应该怎么做 一起进入秋 比特问卷 你是典型的 始于颜值 终于金钱 您看上对方的是颜值 但是 败给的 却是经济上的压力 我们坦白地讲 经济上的压力 我们谁都遇见过 没数的钱 我们大家都想挣 但我们自己 对自己得有数啊 你可以做有数的人 挣没数的钱 你不能说 做没数的人 就有数的钱 你这个就麻烦了 第二呢就是 钱不够 情来凑我 我钱不够了 很大压力了 那我得加倍地对孩子 对家庭 情感上 不给他一定的关系 好吧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周老师 来 珊娜老师 每个人呢 他到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呢 人生当中面对的压力和柴米油盐 其实大家都是不同方面的压力 可能你们目前看到的是生活当中经济的压力 但是可能别人有情感的压力 有工作的压力等等 就大家的压力是不同程度的和不同来源的 所以我觉得在面对生活的压力的时候不如笑对 这个很重要 就是心态很重要 因为他能决定你是否能够去扛住这个压力 和是否能够解决这个压力 男生啊是真的喜欢你 因为你一转过来 我一看到你的脸 我觉得哎 好看 但你未必真的喜欢他 而且我现在越来越确定 你不是因为喜欢他和他在一起的 你就是因为实用价值 因为你觉得在你这个面对母亲的压力 和面对这边孩子住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在把你挤到人生的鸡脚嘎嚷的时候 你觉得有一个人依靠挺好的 不管这个人是我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 总之他当时在我当下需要的时候 他出现了 他的条件 所有的条件 就包括外形 包括经济条件 包括等等一切一切的 对您来说 其实您压根没看上 你看上的就是因为他出现在孩子 生病的时候 住院期间为你跑上跑下 你只看上了这一点 但没想到结了婚之后 没有跑上跑下了 所以你满肚子牢骚和抱怨 而且再加上那个时候 他在北京工作 你多多少少在唐山的时候 可以说哎呀 你看他人家是在北京工作的 对吧 你有妙 一般心爱的人为了自己能够回到身边 抛下大城市的工作回到你身边 这是一件多么感天动地的事情啊 你不为之感动 反而责备他 这不正常 只能说明你压根不喜欢他 没看上他 你看上的一切都只是你需要的 可是你需要的那些东西 在结婚之后消失了 你就会觉得他哪儿哪儿都不对了 再加上现在一身外债 你还得替他还债 这日子真过不下去了 而且你真的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你说话太伤人了 完全不会顾及对方的任何感受 但是这个来源是什么 来源是因为你不够喜欢他 一口一句就因为你不是亲爹 亲爹又如何呀 亲爹孩子住院的时候还不来呢 你觉得他跟亲爹比哪个好啊 亲爹也是一样的 把手机扔给孩子 你看去吧 凭什么说人家就是不是亲爹呢 他给自己孩子多少钱生活费 他现在为了我们的小孩 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给我们 所以呀 对于那边的那个孩子来说 他是亲爹啊 怎么对孩子的 你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你应该能够体会到 那边那个孩子的妈妈 是什么样的心情 既然你们是重组家庭 他都没把自己当外人来看 你天天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那是夫妻两口子说的话吗 本来重组家庭就怕心革新 你这一句话就把他推之千里之外了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好好想一想 你现在跟他过不下去了 到底是因为什么 你是觉得 你当初可能被他感动的一些点 他都没有了 再加上他现在外战 你可能看他这个人就烦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也别伤害他 好聚好散 要不然对他特别不公平 我想跟您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要认清现状 您能不能用自己的余力去弥补 他可能对你的不够喜欢 谢谢 谢谢珊娜老师 女士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 是的 你看我长得也不赖 对吧 我又有责任心自己带着儿子 我又孝顺 之前跟父母也生活在一起 被他们逼着去相亲 我的日子怎么就越过越差劲 你心里始终想的是 我为什么 我够善良 我够有勇气 我够有责任 怎么日子过成这样 那些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女人 只因为一个词 靠谱 能够在孩子发高烧住院的时候 这个男人不出现 就说明你找了一个不靠谱的人 这段婚姻 能在很难创业成功的时候 不告诉你 负债去 做所谓的小生意 它靠谱 为什么你找的男人都不靠谱啊 因为你在情感上不靠谱 你对于自己内心需要的 和你能付出的 和你希望得到的 你始终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 你其实最初看中他的 根本不是什么爱不爱 就是觉得 他能够对你的孩子好 他稳定 但后来做的事情呢 你们全家人不支持你们的婚姻 看不上他 你肯定不断地把这种信息 也传递给他 因为你心里也根本没看上他 所以他变得这么稳重 稳定一个 就特别想安居乐约的小男人 变得我辞了职 我去闯天下 我去敢借钱 换成以前他敢吗 他不敢 他为了你变得不靠谱了呀 你有想过吗 我们总遇到不靠谱的男人 不是因为对方不靠谱 自己肯定有不靠谱的地方 在我看见他挺靠谱的呀 踏踏实实稳稳重重 愿意为了婚姻 为了爱情 放弃在异地的工作 回家乡 在你身边 踏踏实实地打拼 没毛病 为什么今天变成这样 你没有原因吗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靠谱的人 才能遇到靠谱的人 才能做靠谱的事 才能收获自己觉得幸福的生活 你现在只有两条路 要么离婚 你们也没有共同的孩子 也没有共同更多的责任 过不下去不过 你忠于内心 找一个经济条件好的 自己有感觉的 你去嫁他 看看能不能找得到 还有就是接受你最初对他接纳的初衷 他踏实 他愿意照顾你们娘俩 不再去对他有其他的抱怨和要求 生活的重担 我们一起来扛 经济的压力 我陪你承担 再也不去抱怨 再也不去指责 男士我想劝你啊 你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个高要求的女人的生活 你找了一个不适合不匹配的女人结婚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拖得住这样一个美人 你们在一起只能是越搅越复杂 越弄越不愉快 我甚至担心再这样的日子过下去 这男人可能就不爱回家了 一想到回家 我要面对咄咄逼人的妻子 我就说我去找工作了 我去外面接活了 我去谈客户了 实际上不知道躲到哪个什么小网吧上上网 去哪个小哥们家抽抽烟 你不信是的 你再这样逼他 后边就是这样的结果 最后两人一身伤 他越来越颓废 你越来越焦虑 所以我劝你们三思好好冷静地想一想 我真的觉得 有些婚姻如果带给我们的是彼此的伤害 和长此以往的互相让对方沉沦 不如结束 谢谢 谢谢严老师 曲总 你是准备报名了网约车对吧 对 那你基本上一天还要招家的时候吗 你们就没有沟通的时间机会了 会越来越少 其实你最好的一个状态 你就在北京 你就在北京 然后你别回来 你们就异地恋 这是他希望的最好的状态 而你如果再去做一份兼职 你就会真的形成了同地的异地 生生地和他没有任何交流 本身说句实话 我觉得你们俩从外在 从谈吐 从感觉就不应该是一家人 是因为你的努力 恰恰在他最需要一个男人的时候 你怂恿他去偷偷地把这儿领化 他后面你就不听话了 他是希望你一直听他的话的 其实大部分你也听 做兼职也应该是他主要去推动的吧 这件事 对 对 但你想一想 当你把所有的精力都去承担他对你的要求 你们之间还有什么感情可谈吗 没有 他认为你对他的孩子的好也不会有的 因为孩子不接纳你 没有相处嘛 你就是一个外面挣钱的人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说给你听的 你为什么这么靓丽呢 你的经济收入开始让我误以为你是比他高的 你学历比他高 你身高比他高 你处处比他高一头 但是恰恰你的工资水平并没有他高 为什么你不能多去工作 多去找好的机会 然后来承担 共同承担你的负担 为什么都是他一个人呢 有这种可能性吗 对 我也在做 努力去做 你需要更加地努力 你不要期望他更加地努力 他如果再到一个局势 他的身体可能不好 因为他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我不勉强他 我不勉强他 你不勉强他 你刚才说了反复说我要说一不二 这是你希望的 你勉强了吗 你说不勉强 你要 你要何不来可以走 对吗 所以如果你真想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形成一个家庭来说的话 你不要把所有的负担都压在他身上 还有你呢 你不应该只是在家为孩子 为你 为自己的打扮 而是让他去忙 因为他的能力能到达极限了 如果他再有一份兼职的话 你们的感情怎么聊呢 日子怎么过呢 所以说你能不能共同再承担多一些 你更加努力去分担家里的这个压力 好吗 所以说你的标准低了 你看到他的A面 但是他的B面也接受不了 这是不可以的 好不好 很好 如果真的喜欢一个踏实的 稳定的这种家庭环境 他是一个人选 但你不能把他推出去 让他只为家里去还这些外债 承担所有的压力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其实你会发现 人在极端情况下 最需要的是精神 而恰恰不是其他的东西 特别有钱的时候 要的就是精神 特别穷的时候 难翻身的时候 要的也是精神 靠什么支撑一个普通的家庭 完成十几万的债务 还完之后 我们再重新过上更幸福的日子 就是一个信念 这是我们的家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要为了家更好 我们彼此去付出 这个时代 一个家庭欠十几万的债 四肢健全 那算个什么事 分合是你们自己的事 要过 怎么让对方感受到爱 彼此真的去相爱 这是一个核心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九 老婆我想跟你说 咱们俩都是立过婚的人 现在又结婚 也不容易 我要对你说的是 能不能多少容忍我一点 你不能容忍的跟我说 我会慢慢去改 江山一改本性难以 但是 我希望 话是这么说 但是 毕竟咱们两个在一起两年 也不是说一点感情都没有 现在有可能我在生活上 还有在孩子上 都给你特别大的压力 但是我会去努力 把这个压力让你减到最少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啊 请回 很喜欢自己的 哎 请关门 看具队夫妻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啊 请见证 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好闲戏 有网友提问说 我还有一周生孩子 而且呢 我还带着两岁的孩子 我老公负债三十多万 他现在精神萎靡工作也不用心 生孩子前都是父母借的 最不能接受的是朋友告诉我他还出轨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才能解决呢 你现在一个人带产 一个人带孩子 这样的婚姻生活 你还有什么继续的必要吗 让这个男人离你越远越好 谢谢四位老师做的精彩的分享 同时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传递生活正能量 天津卫视